真的要小心诈骗台中民男子加入一个投资群组 对方告知他说投资虚拟货币 短短三个小时已经获利了1600多万 但要领钱要缴手续费250万 男子信以为真到银行真的要领钱付款 但行员旗赶快报警阻止被诈 好的又有民众被诈骗 这个是银行通报警方 说有男子要来提领250万的现金 那么原来他是在line上面加入一个智能套利的群组 然后他加入之后汇了30万元 只有短短的三个小时 平台的管理者就传真了一个截图给他 说他已经赚到了1684万 那他觉得相当的高兴 但是对方又告诉他说 你想要领这笔这个获利 得要先缴交300多万的押金 那么男子因此来到银行要来领钱 那么也惊动了警方 那么警方也苦口薄心的来劝说他 这就是诈骗 好的男子经过警方劝说之后呢 也是越想越不对劲 只看截图就认为说获利翻倍 将白花花的银子奉上 那么因此呢 就再次来拨电话来求证 结果果真是没有办法获得回应 才恍然大悟自己被骗了 以上当时的现场情况 再次经职 我赚三 像本当百ian hate 再次 我赚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